Hello 大家好 我是Kerry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和大家遊花園 我們有一個新的名單會上本 所以我們和大家去看單位之前 周圍看看會所 內庭 花園 發現剛剛好溫哥華的春天開始了 這裡都裝飾了很漂亮的植物 好像歐式 另外那邊有很多風樹 很日式的花園圓林感覺 這裡是位於Richmond Mayfair Place 其實是Walmart後面有很多矮樓 都是幾層高的木結構的隔壁 自己都已經自成一個 建了很多樓 這一批Mayfair Place 差不多是最早的批落城 樓齡是大約十多年左右 2012年起好的 我們的單位是對正這麼漂亮的來源花園 這邊剛好有很多花 草地 那邊還有泳池 我們的單位就是這個上面 我們是最高層的Pent House Unit 四樓 而且我們的單位是向著南邊 前面向南 聽不到外面的街聲 基本上你看到內圓區 而且兩個建築之間的距離是很遠的 兩個建築之間的距離是很遠的 隔了整個草地 也不會太近的樓望樓 這個空中花園是純粹是給屋苑自己的人 可以進來的 所以街上的人是不能上來的 要Key 要FORB才可以進來的 而且在公園行一行一行散步 之前我時會看到兔仔 不過今天我從來也不到 昨天我來渡過時才看到 除此之外 中間這座是會所設施 裡面都挺豐富的 Mayfair Place主要是兩座樓組成 但這些Lowrise建築 其實很長 好像兜著形 這邊是一座 後面是一座 大家一起分享中間的會所設施 現在跟大家看一下有甚麼會所設施 我們剛才看到有一個室外泳池 然後在這裡看到是磚的 還有二樓 讓大家進去看看 走到這裡有另一個風景 這裡好像日式庭園 多了很多這些楓葉、楓樹 現在這個位置很紅 配上這些比較英倫風的紅磚牆 其實感覺都挺有味道 我覺得整個屋苑裡面的懸藝 以及整個本身的景色 排布做得很漂亮很舒服 你看那邊有一個風樹街 大家不用走出去看風葉 我想就是這條街靜靜地 又沒有車 這樣過來也很漂亮 這個位置很漂亮 是不是很日式的感覺 要不來這裡試試拍另一張照片 看看哪一張比較漂亮 不用了 這裡很舒服 你不是進去那個 Club 現在先過來看風樹 我們先去看看那個 Club House 那 Club House要鎖匙才可以進去 它的 Club House分兩層 有室內和室外 中間這個區域 其實是類似Lounge加Party位 昨天我們過來看看環境的時候 昨天晚上是星期日 有人在開生日派對 就用了這個空間 很多坐椅子 然後大家如果想游泳的話 現在冷就未必游泳 我想過多一兩個月夏天就很棒 然後應該還有一個火鍋浸水池 這裡一路延伸過來 還有一張篤球桌 這裡樓體上去二樓還有一個 乒乒球桌房 然後這裡有一些洗手間 然後有一個健身中心 又是看回內圓 很空曠 樓底很高 這裡看回我們剛剛的花園位 這裡就是看回草地 然後這裡設好鏡子 它不是很大 不過感覺很舒適 這邊就是如果大家是走回來 不是坐車的話 就會走回門口進來 這邊就是大堂 它就沒有concierge 但是建築裡面 都有清潔姐姐 還有care taker 剛才有個office manager 就在會所裡面 所以有什麼事 都可以找到人去處理事情 我們很快就彈到四樓了 我們因為是四樓的高度 所以我們雖然可以看到前面的大廈 但是我們還有很多天空 看看 所以景觀相對都舒適 不會太迫結 這裡就是看看我們剛剛在草地走路 花園、clubhouse 整個方向是向南的 所以其實都會很光亮 這個單位 這個發展商是polygon 一個很普通的polygon的設計 就是兩房兩廁 然後它基本上門口進來之後 剛剛這麼長的位置 就可以做到飯廳、客廳 還有一個露台 最後跟大家去看看 廚房也都相當實用 它是做了整個L shape U shape的廚房 變了你有很多桌面空間 這個洗手盆、焗爐、煮食爐 以及雪櫃 就可以設計廚房最黃金的三個位 很方便大家拿東西出來 就放在這裏 準備好 洗完之後就在這裏煮 煮完就可以洗 接著呢 接著呢 浸入衣機 然後那個爐頭是gas的 Kitchen A4 gas burner 下面都有焗爐 然後台面都是quartz 而且上手業主都保養得很好 感覺上都沒有那麼多chips 或者很多漬 這些廚櫃都是原裝的 而且看上去目測 沒有太多傷痕 保養得很好 微波爐這個樣子就舊款一點 然後還有一件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就是它的樓底其實是很高的 我差點被你戒上 我們有研究過 要不要拆掉它 還是怎樣 留給下一手 到時再跟大家結曉 這個單位是有9呎 有啊 這樣就是9呎 很高的 而且呢 9呎樓底之餘 因為可能我們已經是頂樓 還有它不是 它那個暖氣系統 不是好像新樓一樣 走吹風 所以它沒有一個一定要drop down的吵 令到廚房的樓底低了 我們甚至去廚房 都是全平的 和外面的客飯廳 所以廚房樓底都有9呎 你看到那些儲物櫃 就可以做到很高 上面還有空間 雪櫃的話 這個應該是32吋 單開門雪櫃 也很大 然後這個桌面下面 就是洗碗碟機 牌子也是KitchenA 剛剛說了門口進來 這邊廚房之外 這裡還有一個衣櫃可以擺衣 還有一個凹位 大家可以做書櫃位 或者再做一座櫃也可以 然後開始就是兩邊 分開的兩套房間 廁所 我們先看看主人房 其實現在賣很多新樓 看回一些舊 不是超級舊 可能10年 好像是2012、2013年起 現在大約10年左右的樓齡 其實都覺得設計以前很實用 好像房子大很多 現在新樓房子越來越小 基本上只可以放一張床 和床頭櫃 但這間房子 大家可以想像 一定是放到King Size 之餘 一定是放到書桌 看他們兩個小店 分得多開 床頭櫃 而且 剛剛還沒和大家出去看露台 客廳 除了向南之外 還有一面向東的玻璃門 偷到神光進來 有個露台仔 都是看來源的 這個主人房也有兩個大窗 接著這個職位是通進去 有兩邊衣櫃 一邊是這樣的 另一邊是怎樣的 原來是一個walk-in closet 你簡直可以放很多衣服 裡面也有燈 樓底很高 可以再搭一些東西上去 所以其實它有兩個closet 一個walk-in 另一個類似是放毛巾 Linens closet 主人房的洗手間 這間也是有驚喜的 它其實很大 它是一個5 piece的洗手間 又是現在在新condo裡 越來越少了 可能現在新賣的新樓condo 要是比較premium的 甚至是某一隻職 才可以做到5 piece的洗手間 什麼叫5 piece 就是兩個sink 而且它中間還有很多儲物空間 在於圍桶、台面位 除此之外 座廁一定有 然後同時又可以做 shower和浴缸 無論你家裡是老人家 還是想浸浴洗東西 都可以很方便用到 我們今天看到很多舊樓標準 9呎樓底、大房間、5 feet 洗手間、浪費車位 這些新樓都越來越難找到 好了 我們現在看看 這一邊很有趣 它其實是2nd bedroom 洗手間和洗衣房的設計 兩邊很近 所以其實有需要 想做兩個套房 做一條簾、門、斑多 基本上已經是雙套房設計 這邊門口進來 我們先看看2nd bedroom 這間房間 闊度不算太闊 但長度也很足夠 一樣可以放完床 再可以放書房 所以非常實用 然後它的對面 走兩三步 走第三步 已經可以去到洗手間 這是一個很闊落的3 piece 比較大一點的台面空間 然後有浴缸洗澡 浴缸洗澡 洗衣機、乾衣機 這個模特兒就比較舊 大家如果將來搬來 10年再一個建築 想全屋裝修 例如地資換地板 換洗衣機、電器 也可以當新屋這樣住 我們剛剛說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大家可能都會很關心 十幾年扭寧 還要向南會不會很熱 西斜等等 這個單位裡面 是有冷氣和暖氣的 它的系統 跟我們平常看到的 很多時候是Baseboard 或者吹風的不同 它是用這個 主要Thermal的系統 這區 尤其當年Polygon建的 這個區域 即Mayfair 很多時候都是用這個系統 這部機同時可以出到暖氣和冷氣 也不是整個單位只有這一部 剛剛說的主人房 和2nd bedroom 各自有部機 這個系統 可以令大家在這個單位 就算向南會 有光也不會太熱 冬天也不會冷 這就是剛剛我們還沒看的露台 如果在佈置下 我看到有些人會鋪一些IKEA 磚仔、木仔 放兩張椅子都很舒服 那邊是一塊土地的樹 這就是花園景致 好 我們的門牌號碼是446 地址是9388 麥堅 這座樓的名字叫Mayfair Place 就是Polygon 在2012年、2013年 再建好木結構的四層建築 所有東西都已經設定好了 我們今次的單位 室內面積有900呎 就是兩房兩次 樓下還有兩個大車位 加一個Locker 等一下和大家去看看 單位的特色 本身除了我們是四樓 是Panhouse Unit最高之外 木結構最怕是樓上有人吵你 我們現在這個四樓 只要大家搬進來 不要吵樓下就可以了 另外就是向南 陽光會比較好 同時也有9呎的樓底 有冷暖氣 也有兩間大房間 還有一個露台向東南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在這個週末 4月20日到21日 2點至4點 過來看我們的Open House 現在的掛牌價是749,000 希望大家喜歡 這個單位有 Side by Side的兩個車位 而且很近 剛剛的頭部走兩步 就過來了 而且大家看到 這個車位是特別闊的 別人的Side by Side 這兩個房子中間 沒有多一個白色的邊位 剛好我們這兩個車位是有的 所以其實這個邊位很闊 差不多兩個人的身位那麼闊 所以其實這個車位是特大的 我們現在拍了兩部車 中間兩邊還有很多位 每次來到這裡就想起起伏 我已經選好了 我選的剛剛是今天的特價 我也是 你是 海南走地雞 就對了 就對了 我們選了它的特價金牌 星期一 焗金牌是豬口飯 豬扒飯 不是豬 然後是海南雞飯 海南雞飯 還有我想喝紅豆冰 剛剛可以加3元 我不想喝熱飲 我想喝凍奶茶 對了 這個是我最喜歡的海南雞飯 最喜歡的是什麼 除了它是海南雞飯之外 它是走地雞 是嗎 是一個是走地雞 你不覺得肉比較瘦 對 如果有時在外面 有些餐廳 如果不是走地雞 它一塊一塊雞 很肥 很軟 很大塊 很軟 還要凍著肥膏 這些是比較瘦的雞 吃巴伸 好 吃巴伸 大家可能一直在吃巴伸 又看我錄外機 吃巴伸 謝謝 謝謝 麗湯 它真的 硬實一點 不是有些雞 吃下去軟 好吃 很久沒找到這個紅豆冰 吃 嗯 真棒 有這個 酒地海南雞 真的很好 我都不知道它有 可以多一點回來吃 我其實很喜歡吃海南雞飯 但有些地方海南雞飯 一匹白色的雞 我不想吃 這個 是淡奶 拌紅豆 正 它的雞肉不同 咬下去 硬實一點 很容易黏牙 因為它的扇條纖維很幼 硬實一點 對 硬實一點 它很容易處理牙 但如果吃那些不是酒地雞 肥大雞 那些是不會的 它像不像肉 嗯 是你的這個 真肥啊 Carrie說 沒有 別說我又有了 看到我的影片又說 又說我身形肥 又說我又有了 平時吃這些 昨天吃完 今天又吃 肌仔吃了些什麼 有沒有按一下 有啊 為什麼你的相機好像美顏 你這麼美女 是啊 拍一半吧 不要拍我 嘩這個 很久沒有吃過 焗豬扒飯 回香港好像沒有吃過 很多年沒有吃 好不好吃 好有茶餐的味道 很久沒有吃過茶餐 我們 對 我們好像經常去喝茶 但很少吃茶餐 對 不夠香港 加上和宋湯 即是很貴茶餐的味道 對 我們不夠香港 你那些肉汁怎麼樣 好吃嗎 嗯 沒有想像中好 蛤 這麼大碗 焗豬扒飯店很香 嗯 芝士好像沒什麼 它用這個碟上可能差一點 香港的焗豬扒飯 有些石紙 還是有些鐵板 有嗎 不知道 芝士不夠 很溫度不夠 現在阿基是大廚 下次叫阿基做牛腩 不是大廚 我是負責煮東西吃那個 教大家做牛腩 我們那天做牛筋 阿基竟然調一些公仔麵味 好 可以嗎 笑吧 今排厚切豬扒飯 15.9元 我去過凍檸茶給了你 1元1.7元 我的海南雞 它也是特價 15.9元一樣 紅豆冰3.5元 雞翼是最不划的 總之全部加起來是52元 如果不叫雞翼便便宜 42元 你吃煮的薯條 不想吃 總是油炸